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来的机器人的一些成果的展现 它已经到现在比赛的27届 专题制作竞赛可以帮助同学 在课堂上所学的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去做机器人或是说其他的专题 可以让同学把所学的全部应用上去 让同学去参加比赛的话 事实上真的是可以帮助他们去训练 他们在课堂上所学 也就以赛带训这样子 让他们以后可以衔接到公司工作上 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学校的话是蛮鼓励学生去参加各项的比赛 尤其在机器人部分 学校是非常大力的支持 不管是经费上或是一些场地上的都很支持 大家好 我是郭之凯 我是明星科大电子工程系 本次参赛组别是自动组 在明星科大有一个宗旨叫以赛代训 我本身也觉得这个宗旨是我蛮认同的 可以从比赛中获得很多经验 在本次比赛中遇到问题 我们的指导老师也很乐意与我们讨论 提供了解决方法 并且材料也很乐于提供 学校也提供很多资金 让我们去做使用测试 参赛发生失误当下绝对是很紧张 赛场上出现的就是我们模拟过的 只要依照训练的时候排除就好 那本次基线比赛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团队合作 因为一个人强不是真的强 那整个团队强才是真的强 那透过分工合作可以事半功倍 效率可以达到最高 我是明星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古星渝 今年大三 参加DTK最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实作 然后再来是我喜欢把我脑袋想象中的东西给现实化 在实作方面算是有一些经历和经验 所以参加DTK更有挑战性 获得DTK的第一名 可以获得高额奖金20万元 加上可以免费去日本一个礼拜 可以增加自己的见识 甚至是跟大家有好好的交流一下 秘诀吗 因为我们是比赛是比遥控组 那其实最大的胜败因子会在遥控手的心态建设 他在场上的时候必须保持一定的冷静 以及沉着 即便犯下任何的错误 也不能就是基于补救或者是自乱阵脚 在比赛的时候即便发生错误 也要迅速的给予他定心丸 遇到我们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 真的意见不相上向 我们会要求两方都把机构做出来 然后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碰到意见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给对方一人十分钟的时间 去说服现场所有人 然后最后采用投票制 来决定说要用哪一组 哪一个人的想法 在指导当中呢 同学们有时候他会有自己的组件 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因为待了十几年 是蛮有经验的 会知道说哪一个地方去修正会比较好 可是当学生不听你话的时候 你就会很生气 但是我觉得说有他的想法也不错啦 真的他自己去冲撞 然后呢最后呢才来改善 有些时候跟游戏之间的一些 就是竞争加合作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明星的成绩在TDK比赛上面 都非常的优异啦 从以前刚开始机械系在油控组上面 那电子电机在自动组上面 大概包办了前三名的前两名这样 好我们带了十几届 那这一届同学其实是蛮认真的啦 然后大概从一致到题目 开始就开始很认真的做 其实表现非常好 都算是蛮认真蛮用功的这样子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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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蛮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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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